6日晚贾乃亮的一天声明更是让李小璐夜速风波达到了事件的高潮 贾乃亮的文章让人非常心疼 也侧面证实了李小璐出轨 昨日有摄影师在机场遇到贾乃亮 贾乃亮身穿黑色羽绒服极不前行 有接着问到他昨晚取关 PG1的事情贾乃亮并未回答 摄影师向贾乃亮问好 贾乃亮还回头点头回应 这个细节也说明贾乃亮非常有礼貌 为人处事很好 摄影师还问到李小璐的情况怎么样啊 是不是回家处理事情了 这些问题贾乃亮都没有回应 保持沉默 最后贾乃亮离开的时候 他又回头弯腰表达对记者们的歉意 据悉现在甜心已经病倒了 发着高烧 这次贾乃亮应该是回去看望女儿了 并处理好家务事 可以说这次李小璐PG1风波中 受伤害最大最无辜的就是甜心了 不过对于摄影师在贾乃亮 伤口上撒烟的行为 网友也纷纷评论 看得出来亮哥很有礼貌 你们这些媒体也尊重下人家好不好 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就别再给亮哥添堵了好吗 谢谢 你们要不要脸啊 亮哥都这样了 新年好还给你们去疯了 你竟然还问他PG1和李小璐 能不能不要这么近